继以色列警方限制了前往阿尔阿克萨清真寺做礼拜的人数之后 在摘月的第一天只有少数的会众参加 由于以色列警方进入圣地的限制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还有关于是否允许他们进入的讨论 这种不确定性使人们犹豫是否要前往阿克萨清真寺 过去几年因为以色列允许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前往朝圣 引发紧张局势的加剧 巴勒斯坦人担心以色列打算接管阿克萨清真寺 然而以色列政府否认有任何此类计划 以色列当局表示他们今年将会允许穆斯林信徒正常的出入 即使目前加沙人士战火肆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